这台车主要的问题就是光纤的外表下 有一些底盘上的零部件生锈了 和奔驰给人的精致感会存在明显的反差 拆掉前防热梁没见到西能河 并没有设计防行人卷入的副防热梁 今天一号没有类似的结构 是对自己的安全性信心爆棚还是彻底摆烂的 欢迎回到一车真实万公里长测 我是 时隔多日 这光鲜亮丽的精灵一号 现在已经跟各位坦诚相见了 回顾上期节目 这台车十万公里就出了俩故事 想吃瓜的各位 怕是瓜都没切完 这汇报就结束了 这一期我们给十万公里的精灵一号 化整为零 用螺丝钉级别的细致程度 抽丝剥茧 看看它尊贵的三叉行徽下 有哪些看不见的问题 我们这视线刚落到底盘上 精灵一号就先秀丽把 秀丽把 在北京使用不到一年时间的精灵一号 前悬架下摆臂就已经秀实了 仔细看前悬架下摆臂各个表面连接处 都有不同程度的秀实 但是最惨的还是这个传动轴 经过十万公里的洗礼以后 这台车的半轴球龙外表面秀实的非常严重 不过在我们栏目蹂躏过的全部车里 这不是第一台秀我们一脸的车 相信也不是最后一台 像比亚迪琴DMI的纵梁和防撞梁表面连接处 又或者是东方风光 一字板的固定处 都出现了因为防腐工艺不到位 引发的秀实问题 另外这台车的制动卡钦表面 电击下摆同样有秀技 不过这里的秀技并没有半轴和百臂球头严重 照这么发展下去 年头长了可是不太乐观 有可能新车的时候 我还开着这车给朋友们秀隔音呢 五年以后 它的底盘就开始在粗板路上给我秀嗓音了 经过思考 如此大面积秀实的锅 我们就准备让雪后路面揉雪记背了 揉雪记所到之处皆腐蚀 是不是很合理 回想曾经测过的回本神车东风风光小面包 底盘件都没有如此盛况 我们花25万买的挂被子标志小汽车 竟然是这个水平 这Smart的底盘防袖工艺真是有点不敢恭维 我们也十分希望这种秀实是个例 同时也希望厂家对此问题能够引起重视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从最长摸到的车身蒙皮开始 油表激励 深入探究一下经零一号 蒙皮的材质上 这台车和新势力的路走有点不太一样 新势力是堆料 经零一号是堆料 不少一点 四门两盖 前后椅子板 都是实打实的钢材 制造成本是低了 日常小口小碰 板筋喷机就能搞定 维修成本也亲民 但缺点也很明显 重量沉 上市时候 这毕竟是一个20到30万区间的车 一缸到底吧 也说得过去 但是能稍微点缀点 Alumo Lamo 就是加分项了 保险杠一拆掉 车身蒙皮 没见到的Alumo Lamo出现了 经历后 用上了轻量化的铝合金 前防装梁 既能窥缩西能 又能在低速碰撞时 提供出色的保护 这道木字型的铝合金防装梁 对车头的覆盖率是70% 后防装梁 多少有点虎头车尾 平平无奇了 采用了对车尾覆盖率 只有59%的 开口C字型结构钢材 好在它带有一个 困缩西能盒 拆掉前防装梁 没见到西能盒 可能让你觉得 这车没啥西能设计 但其实它全是西能盒 和防装梁连接的前纵梁 通过螺栓的方式 和车身的主动梁固定 这段前纵梁 就是一个木字型超长的西能盒 一般车的西能盒是iPhone4的 这台车的西能盒 基本能算是这个玩意儿 这种超长的西能盒 能够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 充分的吸收来自正面的能量 减少船员舱的入侵量 保护船员安全 整点专业的名词 叫做两段式动梁 梯度化溃缩西能设计 这种设计在长测栏目 不止一次出现过了 领克09 极克001 都是如此 实属加毒基因 放大来看 防撞梁和西能盒的连接处 有一个玄机 一个设计的小巧思 连接处有一个过渡件 用锚接的形式固定在了西能盒上 这不仅保证了碰撞时 防撞梁和西能盒的稳固连接 还能在正面中心柱碰撞时候 实现柔性的变形 防止连接的位置断裂 或者直接把防撞梁给折断 说白了 就是该硬的时候硬 该软的时候软 刚才提到的正面中心柱碰撞实验 模拟的正是车辆撞树 或者撞电眼杆的场景 比较典型的就是 林志颖前几年的那场事故 这种撞机 接触面积小 入侵量大 成员舱容易变形 增加伤害风险 所以正面中心柱碰撞实验 对车辆本身安全性 考验是比较严苛的 西能河的另一端和纵梁的根部相连 纵梁最终延伸至轮拱的加强结构 马老师说过 传统功夫讲究的是 化劲 48000斤 碰撞也是类似的道理 车辆发生碰撞时候的能量 可以按照防撞梁 西能河 纵梁 A柱的传递路径 逐级化解 降低成员舱的入侵量 车身的上边梁和主纵梁 没有连接固定 如果看过我们之前 其他车拆解节目的网友 可能会有印象 有些车会连接上边梁和主纵梁 形成一个环抱的结构 来应对小面积偏致碰撞 金零一号没有类似的结构 是对自己的安全性 信心爆棚 还是彻底摆烂 点开中宝院官网 虽然没看到金零一号的成绩 但是跟它同架构的金零三号 是考过试的 25%偏致碰撞成绩是good 在防撞梁的下方 金零一号并没有设计 防行人卷入的副防撞梁 这个原因咱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十几万的卡罗拉 高尔夫上都见过副防撞梁 这台25万的车没有 多少差点意思 如果车辆遭遇到侧面的撞击 那刚才提到的那些呢 都派不上啥用场了 就得依靠下面这些结构了 后排座椅下方呢 虽然有横梁 但是它并没有和门槛梁连接 也就没办法传递撞击力 前排座椅横梁的截面 看起来宽且粗壮 但是细看发现有一些孔位呢 开孔有一些略大 俗话说啊 低溃以穴 气泻真忙 虽然有一点夸张啊 但是这些开孔呢 会一定程度上削弱 衡量整体的强度 在侧面碰撞中呢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发生形变 不过平板电池有六个安装点 和车身的地板相连 形成了一个整体 补齐了这部分的强度 从而降低了形变发生的可能 在精灵一号下边梁的内部 我们发现了 它和同平台大哥的一些渊源 和极客001一样 两体有多道加强筋 并且内部还有看不见的额外的加强的部分 这个多工格的旅行材门槛梁 加上内部加强的buff 再加上电池和车身多点固定 和壁柱形成一横一纵的后视开甲 充分的吸收和分散 来自侧面撞击的能量 细节之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SEA浩瀚架构重视安全性的设计里面 精灵一号四门都是无矿结构 配合单层玻璃 在噪音的扣制上没有先天的优势 不过测试数据表明 尽管不及极客001 车内的NVH依然表现不错 前后车门内部蒙皮都贴有指振的胶片 且都仅设置了一道U型防转梁 精灵一号的底盘平整度是纯电车理应做到的一码平穿 前后都有护板包裹 和中间的电池组形成了完整的平面 这样的底盘能让气流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顺畅的流过 降低能耗 同时提升高速的稳定性 插掉护板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车的前后覆车架都是刚置全框式的结构 前覆车架的四固定点和车身是刚性连接 一定程度降低了舒适度 但是提升了车头的动态响应速度 后覆车架是四点的软性连接 舒适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刚性连接可以类比卡丁车 操控极好 相应极快 舒适度极差 软性连接就类比轮船 非常的平稳 但是毫无操控 覆车架前刚性后软性连接的设计 算是让这台车在运动和舒适的天平上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精灵一号的前悬架 后悬架是麦夫逊的结构成本不高 就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这种结构在20到30万这个区间 已经不是很能打了 后悬架是五连杆结构 为这台车找回了点面子 花的25万总算沾上了点高级感 材质上除了四个车轮的转向节 和后悬架上制臂使用铝合金 其余部件都是钢制 虽然我们开头提到这台车的底盘上 出现了大面积的锈时问题 但是经过了10万公里的考验 所有的衬套和橡胶部件 依然保持良好的性能 没有开电 刺根简刃筒也都没有渗漏的痕迹 挺生气的 三电系统是纯电车在拆解环节 有可能出摇额子的一个部分 但进度条已经过半才提到它 想必这台车三电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后悬上的三合一电机是永磁同步的结构 结构紧凑 重量轻 能够帮助降低电耗 电机出身的是微锐能源 微锐属于吉利控股的集团 这归根结底就是吉利自家的电机 这个吉利一号的驱动电机 各个油风和零部件密封都很好 没有一丁点渗漏的迹象 电机外部没有额外的包裹 内部散热是水冷的技术 在散热面积和效率上 相比油冷散热电机要略逊一筹 电机峰值功率输出的时长 会因为温度的升高而变短 这就和用手机打游戏一个道理 大太阳底下一边充电一边玩 没有一会儿这个手机就掉针卡顿了 但是当你拿手机走进空调房 可能就可以一直持续happy 手机都是同样的手机 但是散热让手机的性能表现出现了差距 这台车的电机的MCU和动力总成是集中在一起的 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做法 同时解决了布局和MCU的散热问题 三元锂电池也来自微微能源 额定电压是392V 容量66度 咱就是说这电池电机都是自家产业了 价格上是不是多少也得表示表示 我说个说 321上链接 上集汇报我们提到过 这台车到了冬天 电耗涨得飞快 冬天比夏天多费22.08%的电 原因何在呢 我们发现精灵一号用的是7.4千瓦的单PTC作为加热器 给成员舱和电池加热 我们推测这个单PTC可能就是冬季电耗暴增的一个元凶 这精灵刚进冬天不久 就已经去到22%以上的电耗增幅了 这要是到了大寒 续航可不太乐观 不像后驱的宝马i3 打开前机盖之后呢 你只能和塑料盖板大眼瞪小眼 这个后驱的精灵一号呢 前备箱还是能放点东西的 但是只能放一点点 你说它一个后驱车前机舱有啥玩意呢 只给我抠出这么大点的一个储物的地方 拆 拆完发现啊 这下边其实挺多空间 有一个空调压缩机 再往下是转向机 完全可以把空间做得更大 但是为啥没这么干呢 我猜啊 还是为了省成本 同一个平台 众多车型在用 改动的地方越少 成本就会被平摊的越低 像高压线数 水管 压缩机等等零件 都用一样的布局 就会一定程度上节省线数 水管 甚至是安装支架等等 一系列零件的研发成本 同时也能缩短研发的周期 所以在现有的技术上 最简单快捷的方式 就是根据平台布局 做一个小的前备箱 同平台的兄弟们都能用 不然就像i3一样 给你一块大概板 粉饰太平 以上就是精灵一号拆解部分的全部汇报了 这台车主要的问题就是光线的外表下 有一些底盘上的零部件生锈了 这般锈时的样貌和奔驰给人的精致感 会存在明显的反差 化整为零以后 这台车各个细节之处 有关安全层面的设计 是这台车的亮点 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 车企对碰撞安全的重视程度 不过啊 如果以我们买车时候 25万的花费作为参考 即使忽略掉秀史的问题 这台车的技术 底盘结构 材质 对比竞品呢 也只能用平庸这个词来评价了 而且每次新款上市 就是降价增配 老车主 撕满后备 感谢看到最后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 对你的选车用车有帮助的话 一个三连就是给我们的最大支持了 真十万公里长测的其他车型 还在马不停梯的测试 欢迎持续关注